佔領行動踏入第十四天 一起看看金鐘、旺角等的據點 仍然有市民在馬路聚集 學聯等團體昨晚在下角度集會 促請政府對話 否則會將行動適及 不過特區政府高層官員 今天起會先後離港公幹 對話未有安排 先看看今早佔領的情況 在金鐘 大概50名市民 朝早由中環出發 跑步經過下角度 支持集會的人士 我們流的汗是可以去支持 學生為我們流的汗 相對過去幾天同樣的時間 下角度的帳篷多了 林鄭和諸位官員 今天開始回內地幾天 我們希望我們現在在香港做的事 是可以對他們造成少許壓力 希望內地也回應我們的訴求 一派中西區和南區區議員 連同那區的居民 中午去到金鐘道 遊說佔據人士開路 電車又沒得搭 巴士又沒得搭 甚麼都沒得搭 我想走又不走得那麼多 快點就開了條路 給我們的家長走 給我們的學生走 因為現在他們上課實際上很辛苦 由東區到西盤上課的時候 是超過兩個小時 民主的步伐 不是非一朝一夕 是的 我們現在也都是一朝一夕 慢慢慢慢去推翻 或者慢慢拿一個更好的 有市民就在龍和道隔離的公園 放反佔中風箏 希望社會和諧 被兇民署職員阻止 被兇民署職員阻止 而在旺角 有佔據人士亦都架起帳篷 有警員在場駐守 集會現場 凌晨就發生懷疑襲擊事件 警方說 一個45歲的男人 懷疑因為阻路問題 和人爭執 期間向對方訂朱古力 對方報稱由前臂受輕傷 但是不用送院 警方調查之後 以普通襲擊罪 將個男人拘捕 《無線電視》記者 陳家印報導